赵伟源 咱们就短组开会吧 好 哎呦喝 今儿有点疼 明天第一个镜头啊 第一个呢 咱们去了那儿之后 咱们节约时间 我到那儿 你们群众员马好吗 不马好 我们先拍一什么呢 一天先 先拍日本民进门 明天我觉得就是 角川带着十几人冲进来 上来就 哎哥们哎 一天队长呢 一天队长 我带人回来了 一天队长可能在楼上 一天队长可能在楼上 他就腾腾腾腾上楼 这时候我告诉你 我马了一炮 我在这儿有一炮 拍电影的状态中 他认为没什么 一切困难都滚蛋 一切困难都跟电影都不刮 我做事很极端 就是我要么就不管 我要管就是 谁也插不了手 我就是 而且中间没过程 当我一旦意识到这事的时候 我就一夜之间 我就召集所有的 这个核心的高管开会 从今天开始 所有每笔的钱的支出 进过我 必须进过我 这就是一夜之间的事 但这个事就这么着 并没有把这事解决掉 这只是解决一切而已 三个月拍下来 到了最困难的时候 而且今天我开这个会的主要目的 是跟大家做一些解释 陆陆续续我在调整一些人 这个调整 我又没有经过人间 没有经过行踪 是我个人的决定 但是呢 我觉得我观察已经很久了 我陆川做事 很多人第一次合作 也有像马曹这样的 我们是合作两夫妻 他比较了解我对人 我轻易的不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这是我的行为的方式 我从来不会去主动伤害人 但是呢 我是一个有大目标的人 就是我觉得我不允许任何人和事 去阻挡我完成这个业务 就是比如有些东西 是长在身体上的柳子 你继续给它供养的话 它会长得越来越大 而且你的身体也很快 我的做法就给它割掉 不管它是生的还是熟的 就开掉 这样的话也许会先学努力 但是我觉得至少会接拔 乔养跑来接拔 我们会很轻地往下走 你身兼夺职 社主拍不下去的时候 你没 你不能干别的 只能去解决一个一个问题 因为你在那个职位上 他有那种军人的那种 特别执着那种劲 军阀 政治家那个执着那种劲儿 你知道吗 即使我才没有条件 做选择的事 我也不凑合 就真的 这就是可可西里和寻枪 尤其是可可西里我做的事 那时候我没有太大的这种 抉择权力的事 但我依然是以一种 鱼丝望迫的方式 在处理人事问题 因为一到电影这事上的时候 我就真的是觉得我 我不想操 我没必要 真的 因为这是我唯一在意的事 我可以刚才站在那听完你又有一点惊劳 就飞快旋转了 刚好听了 然后想一场特牛逼的心 我刚才我听见了 能有拖的女孩 不用那么多 不用那么多呢 然后就这些就够了 咱得拍呀 然后那些女孩哪些能拖的 一个都不行 你觉得一下 在里边准备好了 出来帮啊 一个个乱一下 现在从北京钓那些人 这多长时间钓过了 那早了 那酒精打电话联系完呢 明天能来 明天来 明天来 今天就联系 我一定要拍这个 抓在这儿 抓在这儿 这完全不对 因为他一会儿没夜 是是是 他就得这么大 你只说抓哥 你只好是这么 就这样是没有的话 我最想是这么抓 比较吃劲 我好好上放一点 但是你要知道 我跟你那么多 你这么抱着抱活着 你真抱死了 那你绝不愿意这么多 是是是 你肯定不愿意 随便的 肯定去抓胳膊 就必须得优一下 优一下优一下 来咱 一 二 有这个 小亮 这道挺像 你知道这才像 这才像 天啊 我能保持很平静的面部表情 我 这大的障碍在哪儿 就是因为我要一点表情都不能有 就是 我怕比如一摔或者一往他们身上压的时候 就是眼皮什么都可能可以跳 不要 你不上来 很久了 很久了 这大衣 哪个人都不在意 这大衣 避不死 死的事的话 就可以微粘 微粘 太怪了吧 就这样就可以 还是就是 真是 真是 看哪儿 就这样 就这样可以 就这样可以 开车 走 就是在现场我会觉得我是清醒的 在现场的感觉好像都是有光的 带亮的 但是我觉得 南京南京去做制片人的这个角色 和工作的历程 我遭受的苦难 我觉得让我 特别有信心去拍南京南京 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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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